歡迎收看 其實打工真的很好 不但是這個家長也覺得很好 就是你可以賺你自己的零用錢 然後其實很多的業主 也會希望他將來找到的職員 是有一點工作經驗的 有工作經驗比較容易 首先問大學生 如果你的同學到大學 都沒有工作經驗 你心裡會出現怎樣的OS 好 Patrick 你說 我覺得沒有打過工的同學 他應該就是有一項 比如說他的特殊記憶或是什麼 打工固然好 因為就是為自己增加收入 也為家裡增加收入 但是也許有一些同學是因為他 可能學校的事情很忙 或者是他其實有一個 怎麼聽起來像是在解釋 沒有… 對 在解釋什麼 以前班就是這種 因為Patrick就是沒有打過工的 消聲亂雅 消化亂雅 所以嗨咖會跟Patrick這樣的同學說 驚奇 我會覺得 這家伙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這麼不可理喻的一個人 就是因為大學 其實大家大學生活其實 老實講滿閒的 因為待會兒課不像高中課這麼多 因為課學時間 大家就可以偶爾賺一賺零錢 就是當作我們生活開銷 而且打過工的人 我覺得 太嚴重了 卻要被一個這麼噁心人講噁心 等一下 Patrick妳再等一下 Jocelyn說她是含金湯匙出身的 因為有朋友她就是含著金湯匙出身 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覺得 你怎麼都沒有打過工 然後她可能就會覺得 買名牌都很正常 我就覺得她的思想很… 買名牌都很正常 對 OK 全身炒牌 蔡波想跟Patrick說 她沒有要跟我說 那妳會煮泡麵嗎 意思就是她可能是 就是吃米不知米價 然後生活 我會這樣思覺的認為是因為 我覺得有打過工 跟在學校裡面學到的東西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打工的時候 妳可以學到在跟同事之間 或者是跟客人之間 對 會學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所有大家的驚嘆號 就終結在最後賀龍寫的三個字 大家一起唸出來 屎媽寶 這有毛病啊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而且是罵妳 不是罵妳媽媽 是罵妳而已 賀龍妳說 不是Patrick 因為Patrick她真的是有才華 對 我是指其他人 妳敢講 學長 妳講啊 學長 沒有 因為真的是屎媽寶 大家都20歲了 被氣到 是 大家都20歲了 然後出去外面 有時候還算在外面住 然後每天吃香喝辣 然後跟父母拿錢 太誇張了吧 對 派翠克很兇… 派翠克 你說 因為我所謂的打工可能是 到便利商店或者是什麼地方去 但是我也有賺錢的方法 就是因為我… 因為以前就是學舞台劇 所以我會去幕後 跟媽媽演戲 去幕後 我也有穿過布偶裝 我們優秀班底代表 怎麼可能沒打過工 身為國劇系的Patrick 曾經也做過劇場幕後的工作人員 你們就不要再虧他了啦 其實大家不要太克責Patrick 因為其實我們同學裡面 除了Patrick之外 也有一些同學他們 是從來沒有打工經驗的 但是他們經過我們今天這一集之後 他們也有打工經驗 所以只剩Patrick一個而已 只剩Patrick一個而已 第一組同學是 沒關係 下次我們再安排他 去終極打工 還有…還有機會嘛 還有很多機會的 加油 我們歡迎我們第一組體驗的同學 是胖虎跟小雨 歡迎 好 歡迎兩位 兩位都沒有試過 沒有打工經驗 是不是 對啊 因為 我平常要練習 你要練什麼 排便的時間 啦啦隊還有上課 對…他有啦啦隊 還要遞別人 這次體驗的工作是 自己希望的嗎 所以一開始你們有開條件 給我們對不對 我自己希望說 可以帶給大家歡樂 又比較輕鬆的感覺 要有歡樂的 帶給大家歡樂 還有什麼 公主 一定要有冷氣說 冷氣 公主 因為太…就是夏天真的太熱 怕被曬傷 所以我覺得那個工作要在心耶 好希望 好 不過今天我們要給他們的工作 是有一點這個讓大家來猜的 對… 先讓大家提示一下 我們看一下 來 首先第一組 這個打工要有什麼樣的要件 剛剛提到胖虎說嘛 笑容第一要件 好 第二是需要體力 學著自己不像自己 好 大家聽這兩個提示 大家覺得工作的內容 大概是什麼 猜一下 亞莎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網拍Model 因為網拍Model 其實就是拍照 你要一直笑一直笑 而且學著不像自己 是因為你所有的衣服 所有風格都可以加你 可能不像自己 然後讓胖虎這種身材的人 也可以當網拍Model 大尺碼 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胖虎 大家好 我是小羽 胖虎 你有去過台灣 哪些遊樂園玩過嗎 沒有 因為我平常要上課 還要練習啦啦隊 我幾乎沒有時間可以去 但是我一直去 在遊樂園裡面工作 我超帥的 我昨天遊樂園裡 有表演又有遊行 我去我啦啦隊 是否在裡面一定可以 大放的異彩 今天我就帶你去 台灣最厲害的遊樂園 讓你去體驗一下 那邊的工作 還有讓你瞧瞧 台灣真是可以比你 迪士尼的遊樂園 到底有多厲害吧 今天小羽帶胖虎 來到位於高雄的遊樂園 一進到門口 就有濃濃的異國風情 讓人感覺就像置身在國外啊 而兩人一到遊樂園後 就被要求換上工作服 到底他們要體驗的工作內容 是什麼呢 這不公平啦 我們明明都是來體驗的 為什麼 你穿得像是搭車的 我看起來像是修車的 為什麼 其實我也很好奇 我這一身裝扮 請問小蘭 我們等一下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嗨 兩位 今天來到這邊 我來揭曉一下 今天的神秘工作 那胖虎跟小羽這邊 今天我們要參加的神秘工作 是我們今天 一場跟機械運作聯盟的 花車遊行 遊行 沒有錯 接下來要讓小羽兩人 體驗的工作 就是樂園中最讓人目不轉睛的 遊行表演啦 而今天小羽負責在花車上 擔任列車長 胖虎則是擔任花車的保護人員 到底他們工作時 會碰到怎麼樣的狀況 馬上來看看吧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準備了 在幾分鐘後就要出發 我現在開始越來越緊張了 妳的最主要的工作呢 是要在車上擔任我們的列車長 然後在我們的遊行的過程當中呢 跟我們現場的所有的遊客 來進行一個互動喔 開始慌了 希望我可以順利的完成 做什麼 好 等一下呢 在遊行的過程當中 如果是上下坡的話 會有人會插著那邊 自管自擋 打得像頭咧 怎樣 都在我看 奇怪 我來打工應該是要玩 看人家那麼開心 我在這裡這麼心酸嗎 好... 快坐... 快一點... 快一點... 好... 零星啊 零星 好... 對 拉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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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去 小宇跟胖虎兩人的工作 真是天差地遠啊 原來遊行前 竟有這麼多事情要先準備 真的是太辛苦了 而遊行也即將開始了 馬上來看看他們遊行的狀況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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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主角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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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這開場也太有氣勢了吧 讓人完全想要參與其中啊 看看底下的遊客們 每個都看得目不轉睛呢 大五人遊行啊 雖然在在太陽底下 就是真的很熱 但是觀眾們都還是很熱情的 跟我打招呼 然後我覺得這個體驗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也很好玩 雖然真的是熱到受不了 穿那個厚重的衣服很辛苦 趁這個時候他可以減肥 剛剛穿衣服的時候 其他人只需要十分鐘 他穿大概半個小時了吧 好... 謝謝... 表演 加油 除了遊行外 兩人最後也一起到大舞台上 跟著其他演員跳舞帶動氣氛 看看他們是不是很歡樂啊 而今天的遊行也要告一段落了 但胖虎這邊的工作 似乎還沒有結束喔 一開始插好的鋼棍 竟然還要全部拔出來 胖虎加油啊 比你那麼醜壯的 辛苦了... 一隻手... 一隻手用心應該給問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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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哥別鬧了 OK喔... 可以嗎 真的嗎 等一下 剛剛開始而已耶 神啊救救我吧 在人家的眼裡 這裡是義大遊樂世界 對我來說這叫義大烤箱 烤箱啊 好了胖虎 你就別抱怨了 還是趕緊拔一拔去休息吧 這份工作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也不是那麼的輕鬆 我以為這份會很輕鬆 可以一直玩... 那沒有 除了你要負責他們遊行表演之外 還有這每一項東西 工作人員真的是缺一不可 今天呢 我們遊樂園一日體驗就到這裡啦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詳細的話 馬上跟我們回到圖內吧 直接穿來了 是 不錯... 我覺得好像感覺 你這個衣服會很熱吧 在高雄 非常的熱 而且當天太陽是很大的 那個烈日照下來 真的跟鐵板燒一樣 是華氏38度嗎 是華氏嗎 是色氏38度 是 那你給自己打幾分 我給自己 可是人嘛 一定要謙虛 可是一定要有自信 什麼邏輯 外面都笑了 是不是 對 但這樣的工作 其實小宇很好玩 對 我來說 我覺得非常的好玩 很輕鬆 大家會想要體驗嗎 我們請問一下Patrick Patrick會想要嗎 Patrick 沒有冷氣耶 OK 她不錯 因為那個也是跟觀眾互動 可是媽媽不在 OK 媽媽不在 媽媽不在喔 那… 沒有啦 樂園人氣及商務降臨 阿Ken當場充當玩偶翻譯師 馬上今天現場要帶來 不一樣的表演啦 是 來 歡迎 CD喔 加油 I believe you just want 好有力喔 I believe you just want 這真的很難耶 所以她們有什麼想表達的嗎 她用比… 什麼… 她說什麼 今天非常開心 她們已經能夠來到大學生了嗎 然後呢 這個自比一次都OK 妳確定妳知道妳自己要講什麼嗎 Patrick會想要嗎 這個沒有冷氣耶 OK 她不錯啊 因為那個也是跟觀眾互動 OK 媽媽不在 媽媽不在喔 那…我會考慮一下 沒有啦 我不是媽媽 是 這很特別 讓我們來這個問一下老闆好了 我們歡迎我們的指導員小蘭 歡迎小蘭 表演處企劃組長 組長 歡迎 嗨 桃子姐 組長好 大家好 組長不好意思 我們塞著這兩位同學給妳 當初看他們兩位會不會擔心 比較擔心誰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 當天來到我們單位的時候 其實滿讓我意外的 就是他們雖然說 對這個工作不太了解 可是他們就是信心非常的滿滿 想要來接觸我們這個工作 除了這個我們剛剛看到的表演之外 好像好像園區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表演 對不對 我們當天我們的胖虎跟小雨去現場 就體驗了我們日間的花車遊行 的機器人舞蹈聯盟的花車遊行 也體驗了我們劇院的LEDMAN 其實我們現場還有浩之議員 所打造的魔幻訓水師 以及利用3D浮工技術的浮工幻影劇場 甚至於非常適合親子大小 一同闔家觀賞並且互動的 泡泡實驗室 那是幹嘛的 要幹嘛 我們現場的部分 它是利用一個特殊的泡泡 一般可能大家對泡泡的觀念 可能是讓我吹出去 可能一泡就破掉了 不一樣 我們這個泡泡在演出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小朋友 比如說用手去拍打它 甚至於說我們今天用泡泡去包覆 今天現場的來賓朋友們 讓他們親身可以體驗 對 好 馬上今天現場 要帶來不一樣的表演啦 對 我們今天很難得 今天來到大學生的美這個現場 我們家有兩隻很可愛的吉祥物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一直吵著說 你今天來到這邊 我也要跟著你們去 要玩 真的喔 他們也要來這裡玩一下這樣子 好 來 歡迎他們的表演 好 來 歡迎 是吉祥物嗎 好可愛 我要帶的蘿蔔 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好厲害喔 好靈活喔 奇怪 犀牛… 好靈活喔 好可愛喔 VICT curso 650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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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650的Lock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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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lieve it just was 好 好有力喔 太酷了… 太厲害了 這真的很難耶 他們這等一下比例整個放大 所以動作必須要比平常的舞蹈動作 更加大才可以 他們也太靈活了吧 太靈活了 因為其實你穿這麼大 要看到關節是很難的 很難 所以要很大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有什麼想表達的嗎 有… 心裡有想要講話 想要說 他用比的… 什麼… 今天這樣開心能夠來到大學生的 他剛剛這樣子講 有… 你知道嗎 就算是我們吉祥舞 也是會耍一點官腔的 然後呢 這個是驢子對不對 他要說 你確定 你確定你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嗎 真的嗎 你確定嗎 真的 你確定你貼得懂的 他生氣了… 沒有… 翻一下…天哥 你在三個人主持 主持人裡面 你最喜歡我 他跌倒快出來了 他跌倒 他不要這樣講 他不要這樣講 我騙他這麼重硬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看 所以他們做什麼樣 你跟他互動 他什麼事情都可以跟你講 都可以互動 他們真的太可愛了 都可以做回憶 但是真的要互動的話 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很厲害 剛剛我們講了 穿得這麼大這麼重 然後還看得到關節對不對 然後節拍這麼準確 對 今天我們要考驗一下我們大學生了 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有沒有 Battle Battle 來 凱浩基 請出列 舞蹈Battle 徵戰多年的凱浩基建研 這次對上另類的對手 究竟他們會如何應對呢 平時轉到哪一邊 誰就先開始喔 太荒謬了 請看 人類跟吉祥物之間的戰爭 吉祥物先攻 30秒鐘的時間 與伯伯 Let's go 好像打氣 好可愛喔 握手是不是 怎麼了... 怎麼了... 不然人家要走是不是 要擁抱 先禮後拚是不是 先禮後拚 要甩牌 要幹嘛 擁抱 要幹嘛 你是想混時間嗎 厲害了 快 快 犀牛上 犀牛…很強 Ready 她可以這樣 來 好快喔 來喔 加油 好靈活 好快喔 看她那個臉 幹嘛 5 4 3 2 時間到 OK 來囉… 建言厲害的 好快 這個腳快 有必要跟吉祥物那麼認真嗎 你們不太認真了 太認真了吧 不太認真了吧 是啦 OK 好 可以… зов 凱浩的地方 還是真的出來混了嗎 感覺還滿好的 就跟他們一起跳起舞來 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剛剛他們一直有 好像有的時候要邀約你們 然後跟你們做一些互動對不對 我剛剛覺得驢子愛上他 想不到你是驢子的菜 對 因為其實我以前也是一隻驢子 你說上輩子嗎 你的幽默特別 對 但建爺你幹嘛那麼拚 因為我覺得就是既然要貝爾 他們也很認真 然後我也認真尬一下 然後重點是他們很可愛 就是 殺爆他們都在爆爆 好 來 大家來個友誼的擁抱 來… 哈哥… 抱抱 怎樣… 而且騎祥木 騎祥木是停不下來的你知道嗎 他們無時無刻都在做動作 但是我們要問一下組長 來… 小燃… 是不是一個 這是行規嗎 就是他們最好不能講話是不是 應該說這是我們這個行業的潛規則 在整個演出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超老師 她是不能夠發出任何聲音的 她只能透過她的肢體動作 來讓現場所有的來賓朋友們 去感受到他們想要表達的方式 或者說她的方向這樣 是 因為一講話他換面就換面了 對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迪士尼吧 應該如果說今天米奇 突然有一天把頭拿下來 大家的那個幻想瞬間就破了 所以他們私底下 真的就是行為也要稍微注意 因為你想比如說他們想休息一下 跑到後面 鼻子把頭拿下來在後面這樣 就不行啊 就會換面對不對 不行 這點我們是非常嚴格盡致的 就是當他在演出的整個過程當中 他就是這個角色的靈魂 在整個的演出的過程當中 都不能夠做出一些 我們要講很猥褻的動作 就是不行 對 是 而且他們這樣就合理對不對 這樣OK嗎 這樣幹什麼 這樣做什麼 通常這種事情 我們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好療癒的感覺 真的 好 要非常謝謝 謝謝妳們啦 新優哥哥 謝謝 好可愛喔 女大生命類工作經驗 年薪居然破百萬 接下來要參與打工的是 我們的KIMBY歡迎她 這次的工作的特色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認真工作 然後好的話 一個月可以到10萬 三百塊 妳的收入破百萬 對 第二個特點就是 你做完這個工作以後 你的視野就跟別人不一樣了 把他送去哪裡了 來看一下 幹嘛 我不要 貓箱回家 有沒有跟我在 接下來要參與打工的是 我們的KIMBY歡迎她 好 KIMBY 美女也是沒打過工 這次的工作的特色到底是什麼 很特別 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 認真工作 然後好的話 一個月可以到10萬 三百塊 妳的收入破百萬 好多耶 不錯 第二個特點就是 你做完這個工作以後 你的視野就跟別人不一樣了 大家來猜猜看好不好 是什麼樣子的工作呢 打工可以賺到這樣10萬塊耶 小資 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台灣的路燈太多了 如果他認真的修 他可能真的是月入10萬有可能 然後因為修完路燈 燈就亮了 所以他視野自然跟別人不同 好 不同的體驗 究竟這一次為了完成KIMBY的願望 把他送去哪裡了 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KIMBY 今天製作單位跟我說 要我來體驗一個 非常特別的工作 聽說薪水超高 而且做完以後 人的視野不一樣 我今天還順裝打扮來 結果我剛剛知道 我今天要做的是那個 今天KIMBY要體驗的工作 就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高樓清洗員 這項工作薪水優渥 聽說一個月可高達10萬元 但也急懼風險 究竟第一次打工的KIMBY 能夠升任這個艱難的任務嗎 不用怕 有我的保證安全 請問你是 我給你看 你看那個洗牆壁的 都是我交出來的土地 今天的指導教練 就是我們經驗非常豐富的謝顧問 來 我幫你介紹一下 那個上吊籠的一些安全設備 來 這個 這個來講的話就是 這個安全帽 這個是背帶式的購物 來 你轉圈 來 你看 它有2000 2400公斤的那個長長 如果說以我目前的法令來講的話 那是超過它的20倍的 那個安全係數這樣 所以你不用怕 經過了專家的解說 KIMBY也開始著裝了 而即將面對考驗的KIMBY 在聽到今天的任務後 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那個今天的任務 就是把這一吊四米寬 14樓高把它洗完 14樓 對啊... 不是洗兩樓就好 沒有啦... 沒有這麼好坦白 不要啦 我還沒有... 不要啦 就這樣開始了 救我 天啊 也太晃了吧 現在才要到二樓而已 不要抖 本來想說應該還好吧 因為我家也住13樓 可是真的是二樓還好 三樓 四樓開始就覺得 天啊 也太高了吧 還有多久 平常都是在大樓的裡面 可是現在在大樓的外面 真的是視野完全不一樣 救命啊 我沒有跟我媽說 到頂樓的時候 我整個腿開始發軟 要拿我不要 好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今天清洗外牆的工作 首先先沾清潔機 然後... 我們都... 大部分都是洗床 由左到右 由床到下 晶圓炒破 然後把泡泡的全部衝出去了 那右邊就交給我 左邊就交給妳了 那我們今天要在太陽下山之前 把這14樓層給我洗完 下山前 天啊 我的媽媽 媽我想回家 給我賺我貝 我不要賺錢好辛苦 我在那邊刷... 刷窗戶的時候 真的是因為那桿子雖然很長 可是它有點重量 然後拉出去 真的有好幾次 我差點把桿子丟下去 我差點釀成大禍 然後每次在那邊刷窗戶啊 裡面辦公的人 就會拿著咖啡 然後吹冷氣 我就在外面曬太陽 而且我們越往下的時候 因為上面我們沖水 越往下的時候 滴下來的水越多 就很像蟲毛毛雨 一直變成暴風雨 然後現在已經到三樓了 剩兩層樓而已 只要有幸還是坐得到的 終於 我腰超酸的 而且我一路跟辦公室裡的人 打招呼 終於下來了 真的超辛苦的 我剛剛問了一下我旁邊的操作員 他說他們平常除了刷玻璃以外 還有很多危險的工作 我今天都起雞皮疙瘩了 到底還有什麼危險工作呢 讓我們一起進棚內看看吧 好麻煩 沒有極限的喔 對 大家會想體驗這份工作嗎 宣昌 太高了吧 Patrick 又差 又差我只有這個差而已 因為我覺得 你才第二題而已 那個外面那個風聲的會 很大會很晃 我會怕 怕高啦 我只怕高 我不怕累 那媽媽在旁邊陪妳的話呢 那應該可以 沒有啦 不錯 Patrick這個角色演得蠻好 沒有 Patrick不知道 其實今天呢 我們會選一個工作送她去 剛好就是她最怕的那個 她如果打岔我們就一定會送她 是不是 因為101還沒有人洗 101 對啊 下個禮拜要洗了嘛 101 沒有 因為妳要想 Kiwi我們會覺得她是個弱女子 她剛剛就有告訴我們 她說妳在洗玻璃的時候 會有推力 結果 就是 因為妳要 妳這樣一推 我們那個其實只是一個籃子 讓妳就站在裡面 所以妳一推 所以我們籃子就會這樣子傾斜 就是往外 就是往後推出去的感覺 對 然後 對 就有點會這樣前後晃 開腳妳洗過嗎 沒有…我好想問妳就是 為什麼那個 就是他們在上面想尿尿的話 怎麼辦 隨地大小便嗎 因為他們想尿尿 我們幫妳請專業的來回答 好 我們又起來歡迎我們的謝顧文 歡迎 謝顧文 專業的專業 謝顧文好 謝顧文本身的膚色就很健康 對啊 是不是 顧文 顧文你好… 妳好 剛剛這個 剛好我們的大學生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他們像上去的話 最高大概都可以洗到幾層的 目前來講的話 只要大樓有辦法蓋 都有辦法洗 但謝顧文這個工作 真的是有像Kivi講說 是這麼高薪的嗎 對 這樣就追 真的喔 怎麼算他的錢 他那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一天就是 他有一個基本薪 一天大概就是維持在那個 2500到3000這一個這一塊 一天 然後你如果說再有超量的一些 一些內容的話 很容易破百 年薪破百 年薪嘛 年薪 很紮實的 不過既然是我想這個 謝顧文是清潔方面是專家的 今天也來教我們 好喔 好不好 好 來 再也不當媽寶一族 男大生超帥氣工作體驗 你介紹一下 你體驗工作的特色是什麼 我的特色 就是可以品嘗最新鮮的人間美味 第二個 工作起來 帥氣指數破表 讓他猜看看 可能是什麼樣的工作 怎麼會這樣 就算你回頭看 安哲 海蹲 還有嗨咖 你們全部都寫漁夫 我們來看看又婷的這份工作喔 師傅 接下來要幹嘛 有辦法 剛來而已 究竟玻璃髒物到底要怎麼清 可能像原來一樣透明無瑕呢 馬上請謝顧文來教教我們吧 現在謝顧文準備了一個 非常非常髒的玻璃 OK 我們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清潔劑 OK 然後有不同的 譬如說這邊有報紙 然後還有我們的一般用的紙巾 等等的這些工具 大家要來猜猜看 用哪一些清潔劑 來清理這塊玻璃是會最乾淨 來 大家來猜猜看 有的是洗碗的 有的是洗髮精 有的是浴室專用 有的是牙膏 還有清水 亞莎妳覺得用牙膏 對 因為牙膏裡面有那個研磨劑 它不是就可以把那個 打磨 對 它就可以磨掉那個髒髒的 而且玻璃外面一定是屌很久的 它就可以把它磨掉 好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 謝顧文 洗碗的 洗碗的就可以了 真的 直接嗎 通常的話它稀釋的話 就是大概在大概1比100 1比100的一個 它才不會容易殘留這樣 好 所以是給它這樣NO… 然後再這樣去洗 你放在清水裡面嘛 對 你像這一盤來講的話 你滴一個2滴 就夠了 這樣就對了 好 來 來 助力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然後 然後用什麼樣 抹布嗎 還是用報紙 用布 千萬還是不要用報紙 會叼住 會有油膜 很容易就 真的耶 那這種紙叼在上面的也很容易嗎 這一種來講的話是有分兩塊 一塊的話它如果是那一種塑膠的話 你可能要用那個專業的一個 除膠機器去處理 對 那你如果是 它上面連的是一個紙 紙的話你只要弄濕就能 弄濕 對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小孩要去打工 我覺得KIVI其實如果去打工之後 他就知道其實打掃都好辛苦的 對不對 才會懂得一起維護環境 要謝謝我們的謝顧問 謝謝 謝謝謝顧問 謝謝 好 下面一位體驗的大學生是誰呢 我們來一起看看 歡迎又婷 馬寶來了 也是沒打過工 因為身為一個專業的馬寶 沒有打過工應該是合情合理的 好驕傲的一段話 不是 又婷你現在在 他用另外一個角度刺Patrick 他的意思是說 他還不夠專業當馬寶 對啊 就是不承認 他連馬寶都當不了 對啊 專業馬寶其實一個很基本的 什麼 但是我今天已經 但是我今天已經成長了 他成長了 對 我今天已經體驗過打工了 我就不再是馬寶了 Patrick你會不會覺得高處不是很寒 那馬寶界就剩我一個人囉 幹嘛 我不是 我不是 好沒有休息心的一個人 是 來 又婷介紹一下 你體驗工作的特色是什麼 我的特色 就是可以品嘗最新鮮的人間美味 八寶 然後第二個 工作起來 帥氣指數破表 大家猜看看 可能是什麼樣的工作 帥氣指數 每個人都這麼想吃海鮮 你們看 怎麼會這樣 舅舍莉 你回頭看 安哲 海豚 還有嗨咖 你們全部都寫漁夫 安哲怎麼回事 為什麼是漁夫 因為他是最新鮮的 然後最好吃的 新鮮就是好吃嘛 重點是男人捕魚就是帥 Man 超Man 好啦 我們來看看佑婷的這份工作喔 大家早好 我是佑婷 現在是早上6點鐘 為什麼那麼早不好挖起來呢 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打過工 然後被大家說是爛草莓 不是男人 所以我特別要求製作單位 給我一個艱難的打工任務 讓我體驗一天的打工生活 一大早被製作單位 叫來的佑婷 究竟今天要體驗的工作 會是什麼呢 好像是這邊 有電子 你好 你好 我是今天要來打工的佑婷 有幾點耶 準備就要出發了 好 有點嚴格 是的 看到這個店面 今天佑婷要來體驗的 就是日式料理師傅啦 而今天帶領我們佑婷的 就是對日式料理非常講究的 阿東師傅 師傅 接下來要幹嘛 出發吧 出發 去哪裡 等一下問 好 剛來而已耶 沒想到工作一開始 師傅就對佑婷這麼嚴厲 佑婷能撐過今天的工作嗎 來 師傅 這裡是哪裡 這邊是我們的第一站 我們要先來這邊買 大家要廢料的蔬果 那這邊有四個材料 麻煩你幫我買 那要記清楚了 第二是地瓜葉 農居菜 日本山藥 蝦魚蔥 然後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十分鐘買完之後 再回來這邊 好 OK 對啊 我們不只買650 三藥 對 蝦 蝦什麼蔥我忘記耶 蝦 是不是 蠻好的 這是那個 地瓜葉 然後 日本山藥 還有1 七星蔥 七星蔥 怎麼會吃七星蔥 我不是跟你講下一蔥嗎 算了 我自己在那邊買 算了 你等後面魚翅等我 好 我說佑婷啊 賣個菜你有能買菜 不要說師傅 連我都搬白眼了啦 而接下來 師傅帶著佑婷來到了魚市場 佑婷又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我是想看 認真看那個 烏賊是 他是長怎麼樣 因為我第一次 突受摸烏賊 我就很開心 結果師傅就這樣 就是直接把握手 我在那邊挑食材 你在那邊玩 來 這樣對手才不動手 好 你師傅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算是我們的端端廚房 然後我已經有尖叫幾隻魚 等一下你幫我把魚板起來 好... 真的假的啦 因為鮭魚可能頂多就這麼大 結果不是鮭魚那麼大 然後他跟我說10公斤 我整個徒手板超重 10公斤加上另外一個 我忘記什麼魚人都超重的 然後我跟師傅走了30分鐘 走回店裡 這到底多重啊 超累的 他要走多久 師傅好 師傅好 師傅的臉 三個都超臭的 臭到我現在 還是覺得他們很臭 一開始我是學燙滷水 我現在把這個 要去看 然後他碗就要冰水 就可以 就可以 走 一開始我是燙滷筍 然後師傅看到我 燙滷筍超過10秒 他直接凶 欸 燙太久了啦 都爛掉了啦 搞什麼 滷筍都爛了 你冤心推就好了啊 我不知道師傅 連湊就算了 口氣還那麼長 手腳不夠快的又婷 不斷被師傅念 但沒想到經過兩個小時的 午餐時間 又婷仍沒放棄 眼看就要完成 今天的工作體驗啦 又婷 那個 女生最後一個任務就是 要把你今天所學的 然後做成一大廚 你自己的料理 所以後面就交給你了 謝謝師傅 我一定會完成他了 什麼 讓又婷自己做一道料理 不過看又婷做的 有模有樣的樣子 到底成品是如何 馬上回到棚內瞧瞧 日本料理的師傅的體驗 其實你也有過 有 其實我剛剛看那個又婷 這個我特別有感覺 是因為我之前也去學那個拉麵 然後我是跟日本師傅學 其實像又婷這樣子 一定會被我們那師傅 罵到爆 因為她頭髮不可能就是 露出來 還講做造型啊你 而且我覺得她還沒有做到 真的夠嚴酷的考驗 因為我一開始也覺得說 做菜應該是簡單的事情 可是進去之後會發現 自己是完全無力感 因為我們連切蔥都 她是給我整個倒掉 我那個烤 那個什麼我那湯有點弄焦 她是整個 就是無法 這過程也要講 所以她也是有提案 這個師傅在哪裡 我要給她錢 你已經給她了不是嗎 還會這樣對她 但這個嚴格是必須的 但因為又婷你從來沒有下過儲吧 對 我很…就幾乎沒有 很少 難怪剛剛蝦夷蔥買成 你剛剛說七星蔥 宜蘭七星 因為想說什麼 只有三星 三星 其實七星是想贏嗎 七龍豬吧 要有一個七星虎 什麼 他有一個七星虎 所以想說七星蔥 七星虎 三星蔥… 對 我覺得最辛苦的 就是這個師傅了 真的 我們找他出來好不好 祝福一下 我們歡迎我們的阿東師傅 阿東師傅好 歡迎帥 阿東師傅 師傅 不好意思啦 我們塞了一個媽寶給你 他真的沒有下過儲 抱歉… 不好意思 沒有… 帶給你很多困擾吧 是 是有些地方是 你現在蘆筍醬一燙就壞了嗎 對不對 燙太久 那種東西就像納豆哥剛剛講 就是不能用的東西我們就是 要變員工飯菜 而且有些 譬如說像剛剛提到的蝦夷蔥 因為現在 因為卡到日本關稅的關係 他現在沒有辦法進口日本的蔥進來 所以大家都在搶這個蝦夷蔥 所以他這個蔥是一台金 就要600塊台幣 對 所以一小把的蔥 大概就要100多塊台幣 一小把而已 然後你有把它做壞了 那等於就是浪費了 好啦 你總算有點成績了對不對 是不是 來 我們檢驗一下 我做出一個非常獨特的料理 是 新鮮跟熟食混合種 新鮮跟熟食混合 什麼意思 好 請看 1 2 3 宥婷凍 宥婷做出來的凍飯 什麼 已經發瘋了 什麼意思啊 炸豬排配上生魚片 沒有人家這樣放的吧 沒有人家這樣放的 而且妳的生魚片好像有一點炙燒 對不對 因為我是有用火燒 用稍微用火燒 火燒 火燒 這個納豆哥來 日本料理專家 對 剛好妳是專家 所以要怎麼吃呢 妳建議我們 先吃生 先吃什麼 還是生的跟熟的一起吃 蛤 是嗎 怎麼吃 我覺得先吃先的 先吃先的 先吃先的 油輪刺了妳 厚吃厚的 先吃先的 對 分開來吃當然是OK的東西 只是擺在一起 我可能覺得還是怪怪的 這到底有什麼問題 對 這個的問題是 因為其實如果有下過主的人 或者是多多少都會聽到 就是說熟食跟生食 其實是要分開來 對 對 因為愛瑜 熟食的話你是烹鳥過的 生食的話 生食在腸溫的時候 那個細菌是一彎在跳的 對 每升一度是一彎在跳的 你放在那麼熱的東西旁邊 對 你放在豬排旁邊 所以就會形成大腸桿菌之類的 細菌是會 謝謝你現在才說 然後那個 那我剛剛吃了滿大口的就是 好 謝謝 我腸胃還可以 但是正確的做法 阿東師傅的示範 哇 愛瑜 來… 這就是阿東師傅 最專業的料理 好看 好 好棒喔 不是要分開放 這感覺就不一樣 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 今天其實 我們覺得這個看完三個工作之後 收穫最多的是什麼呢 Patrick 我覺得各行各業都可以學到很多 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不管是對人 還是關於你自己 對 還有就是 怎麼離開媽媽 在想嘛 怎麼離開媽媽 到底有沒有 對 嗨咖有什麼話對Patrick說 我覺得我學像這種人 對他是沒什麼好說的 怎麼這種 這個年代有這種人呢 我覺得這種人應該 也不要來錄大學生了啦 嗨咖… 嗨咖… 你還沒有到可以決定這種事情的時候 希望年輕人能多多的這個 就是在出社會之前 你先累積經驗 對 非常重要 好不好 下次你煮整套給大家吃 對啊 好嗎 也謝謝我們阿東師傅 謝謝 阿東師傅 謝謝 阿東師傅 明明見 拜拜